副总统萧美琴日前宣布考试委员被提名人 不过其中经见国民党籍的前立委邱文彦 跟前权序部次长吕秋慧 国民党考计会就火速要求两人出面说明 而两人则表示会表达自己想法 也会尊重党中央决定 第一个目标是专业性 第二个目标是代表性 点出要用人为猜不分党派 副总统萧美琴介绍第十四届考试委员被提名人 也是赖清德总统首次宪政机关提名 人事安排重职不重量 决定依照最低法定人数提名 邱文彦等七位担任第十四届考试委员 特别点出邱文彦 因为他不仅是前立委 更是有国民党籍 他还新任考试委员提名名单 其中包括邱文彦在内 还有前权序部次长吕秋慧 也是国民党籍 而另一位邓家基更是曾经担任 何事府府之长 看似是赖政府向蓝白使出善意 没想到蓝银却先炸锅 我们党会来内部进行讨论 因为相关有党 有党的党纪党章的规定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直接搬出党纪党纲 反应这么大 因为这次提名 蓝银似乎视线完全不知情 国民党考机会也火速要求两人出面说明 因为根据国民党党章第36条第七项 未经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同意 就接受非蓝银执政者受命担任政务官 最终可以终止党权 这一次在考试委员的提名权上面 提了三位非民进党籍的考试委员 但是事先却没有与在野党 有任何的沟通 我认为还是必须要有事先的沟通 才是民主的尊重 要被提名的国民党党员提出说明说 你为什么要答应 反而显示出国民党心胸狭隘 眼中只有政党的竞争 没有国家的利益 面对自家人质疑邱文燕和吕秋慧 都低调不受放 但也指出依据宪法考试委员 超出党派之外 独立行使职权 会和党陈述相关意见 但也会尊重党做出的决定 耐心的人事任命 引发新的战场 记者中文报道